各位這個這個鎖叫什麼鎖 氣岩鎖的全名叫什麼 喔 那既然企業管理的話 我們碰到第一個問題叫企業對不對 誰可以幫我大概說一下說 你覺得什麼是企業 你覺得什麼是企業 育萱在哪邊 你覺得什麼是企業 我覺得其實大家共同在一起在為這個組織做一件 所以為一個目標做進行 大家一起為一個目標 大家一起為一個目標做一件事情 做不同的事情 來 這叫做第一個有大家 第二個 第二個關鍵字就是大家一起 然後 Decisive一點吧 不要像郭台銘一樣 在那邊搖擺個老半天 最後再說老子不玩了 害柯P現在拱在那邊不知道怎麼辦 快點到底你要怎麼選用什麼字 主持內部的人 你應該知道我手殘 寫太多字會很慘 好 主持內部的人 然後呢 為同一個目標 同一個目標 然後呢 然後你說做不同的事情是不是 這就是一起分工做這個事情 我們把分工這個字也抓下來 好 很好 還有誰 還有誰 願意定義一下 什麼叫組織 孟佳 應該問是什麼 什麼是企業 對 什麼是企業 因為企業就是大家一起為一個目標 然後從事經濟活動 OK 所以你家裡一個叫從事經濟活動 對 對你來講什麼叫經濟活動 是賺錢 經濟活動的意義就是為了賺錢 對 所以經濟學就是賺錢學 是不是 對呀 你說經濟活動的目標就是賺錢 所以經濟如果照這樣子來看的話 經濟學就是研究怎麼賺錢的學科囉 會不會有一點點怪怪的 好像有點怪怪的 可是又不知道怎麼解 對 好沒關係 再來一個 韋庭在哪邊 好準 你覺得呢 我覺得企業就是八個字 群策群力以盡事工 群策群力以盡事工 你在說國民黨嗎 國民黨不也是 來 國民黨 民進黨 群策群力以盡事工 香港的反抗中 反送中的那群示威者 是不是也是群策群力 還沒有領導者 所以他們也是企業嗎 對 要不要再換一種描述的方式 這邊有人idea 就要勇敢的講 這是你的分數 為了達到 喜歡創業家的創業理念 具體一群群人 然後 為了達到目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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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努力 為了達到目標 然後大家一起努力 你 希望有 讓你們失望 讓你們失望 呃 這也是個 老師 無瞬奇跟林少偉有答案 蛤 無瞬奇在哪邊 這裡啊 你的答案是什麼 呃 呃 呃 一個群體 透過商業模式 創造利益 幫誰創造利益 幫誰創造利益 呃 所有的利害關係人 幫所有的利害關係人 創造利益 才叫做一個企業組織 呃 因為這個創造利益 可能有很多不一樣層面 包括他的股東 可能是 他的顧客 甚至是 呃 與顧客有關的 其他的利害關係者 這些人他都有 可能可以去做 幫他們創造利益 好 好 很好 謝謝 那 新的問題出來了 為什麼我們人 因為 社會當中 我們這樣子來講好了 社會當中有各式各樣的一些 不大一樣的組織嘛 從你看到一個家庭 一個政府 有警察局這樣子的組織 還有學校之類的東西等等 每個組織被創造出來 背後總會有一些目的吧 那 為什麼人類 我們作為一個人 這樣子的一個動物 會去想到來創造一種組織 叫做 企業 或者商業組織 這樣子的組織 為什麼這群人會想到做這個東西 你的名字是 OK 為了創造某種產品跟服務 所以才會想創造這個東西 為了滿足人類的需求 好 為了滿足人類的需求 還有誰 為了更有效率的分工 為了更有效率的分工 那創造一個軍隊不也可以嗎 創造一個軍隊不是也可以更有效率的分工 所以有那個 就是 資人優秘的 OK好 當自己一個人有一個想法或理想的時候 發現自己的力量不足 他就會先找一些有相當想法 再後來一直擴大就會變成 就變成比較像是商業上 只是找一個工作夥伴 其實當一個人能力不足的時候 他才會越來越大塊 我現在忘記 你的名字是 汪伯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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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幾號 26號 26號 你呢 張家智 53號 那 家智我好奇問你一下 你小時候有參加過社團 有 你們是不是也是一群人 想玩什麼東西湊在一起 對 那 也希望社團越做越大對不對 更多的人參加 那貴社團算不算是一種商業組織 就你剛剛的定義來看 不算 那是不是符合你剛剛的定義 缺了一部分 缺了哪個部分 缺了一個 缺了一個 賺錢 喔 所以你要加賺錢兩個字 就是 經濟活動 OK 所以 經濟活動就是賺錢 好 好 還有誰 還有誰 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想法 為什麼人類要創造像這樣子的活動 來 最早的公司在什麼時候出現的 公司組織 東京氣管 你應該知道這個事情嗎 東印度公司 東印度公司 東印度公司喔 荷蘭和西班牙 荷蘭和西班牙 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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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為什麼會有東印度公司這樣子的組織的出現 他把東京賣到國外 東印度公司 東印度是把東西賣到國外 從哪一國賣到哪一國 應該問韋代思的老師是不是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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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時有兩家東印度公司 一家是荷蘭 一家是英國的 那因為這兩個國家曾經擁有過同一個 曾經 就是 那個什麼 荷蘭的那個 那個什麼 威廉王 就是所謂的威廉王George這個人 他曾經是英國一個女皇的老公 所以那時候呢 其實英國跟荷蘭曾經有過同樣的一個 類似像這樣子的王朝 兩國分別成立了東印度公司這樣子的組織 來用所謂的結合私人的力量 來做殖民地的經營之用 好 那麼除了那麼 是因為東印度公司出現完之後 我們才有這樣子的一個製造產品 滿足別人需求的服務 還是在東印度公司出現以前 我們也有類似像這樣子的活動 以前就有了 那什麼時候開始的 宋朝商科 宋朝商科 你幾號 我忘記你幾號了 四一號 四一號 四一 接下來喔 還有誰 有人說宋朝 我是不是在那個西元時 十一世紀教會 教會組織那個 像基隆客人那種商業時期 嗯 KELT 我覺得好像全身就有一點商業接近活動 好 好 還有沒有更早的商業活動 古羅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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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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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幾號 二十五 二十五 所以你是進化師 進化師 好 如果是指商業活動的話 我覺得當 什麼時期時代 當人類開始會 一物一物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商業活動 那什麼時候 人類開始會 一物一物的 就是當他們 想要吃東西 或想要穿衣服 穿瘦皮 瘦皮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 拿什麼做腳板 對不起 你的名字是 張家智五十三號 五十三號 好 那我說實話好了 我也不知道人什麼時候 開始有這樣商業活動 我只知道 根據 各種書籍的講法 很早人類就會有 商業活動 不斷的這樣子來轉移 所以事實上 商業組織 公司這個東西的本身 並不是唯一 提供商業活動 可以提供這樣交易功能的一個東西 這叫做A 我們希望可以take away的地方 第二個 叫做 至少就目前來看的時候 商業組織 基本上是為了促進 某一些人們彼此交換東西 的一個這樣子的活動 為什麼要交換這些東西呢 可能可以幫助大家 來共同的創造一些 所謂的一個利益 好 那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話 我們可以得到的一個東西 可能是來自於說 如果今天所有的企業 我們覺得 他都不能夠達到 大家一起來 為了同一個目標 來分工 進行經濟活動 來進行賺錢 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那會怎麼樣子 或者我換另外一種例子來講好了 銀行的目的是 存在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賺錢 賺錢 欸 其實 銀行的目的是這個最大是不是 只有賺錢嗎 為什麼銀行可以賺錢 銀行滿足的是要什麼需求 銀行要做第三方認證 銀行要做第三方認證 這是銀行出現的原因 一開始銀行是為了做第三方認證 所以是第三方認證嗎 不是 兩個不一樣 你的形容詞是什麼 是金周轉移動資 中介 你的形容詞是認證 是作為guarantee 第三方的一個保證 所以這兩個概念 是不一樣的 蛤 什麼東西 對 最主要的那個部分 好 那如果有一天我們發現說 銀行並不能夠幫我們 去做這些所謂的一個 資金中介的服務的時候 好 你現在需要錢 你該怎麼辦 好 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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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你的名字是 還沒記下來 對不起 噓 噓 你是講嘉玲嗎 對 好 那怎麼辦 跟林少偉戒 跟林少偉戒 好 私人戒代是不是 好 你幾號 029 好 裕萱 對裕萱 對不起 我用這種方式才能夠記住你們的名字 順便讓他可以記錄下來 好 還有誰 有人說可以跟地下錢莊借代 有人說跟私人借代 還有呢 當鋪 當鋪 你的名字是 25號 25號 好 你有沒有那個去當過的 當過的 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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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號是一種把資金剩餘的人的錢 轉到你身上的方法 是不是 你的名字是 28號 28號 所以你適合匯理 是不是 好 所以換言之來講的話 如果銀行今天不能夠滿足 大家這種最基本的幫我們做資金中介這樣的服務的話 我們是可以找到別的組織的 來幫我們做這個事情的 所以換言之來講 這樣子一個銀行可能就不能夠再存在 在這個世界上 到你今天的價值 你發現 你達不到你本來該做的事情 或者 你做的太爛了 太爛的意思是說 例如像 好 我跟大家收取這些你們閒置資金的時候 跟你們說來 每個人利息給你百分之 年利息百分之零點一 這樣子的年利息 然後呢 借給別人的時候呢 我借出來說 年利率 10% 這樣子的東西 我trudge了過高的一個利差的時候 會讓很多的人覺得說 我太貪心了 會有像這樣之類的狀況 所以我這個組織可能就會逐漸的消失掉 消失在這個所謂的一個世界裡面 那從這樣子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任何的一個組織 不管是商業組織或者學校來看的時候 它都有可能被取代喔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情 各位在座目前來講 你有在 你有在 你會去看一些所謂的 線上學習課程的人 能不能舉一下手 好 謝謝 如果你今天例如像 我舉個例子來講 嗯 好 我今天說 請你用Excel 來幫我跑統計 做一個所謂的T檢定 你現在不知道 你該怎麼辦 上網查 上網查 你們覺得查不查得到 查得到 好 那 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話 我要再問下一件事情了 你們來學校幹什麼的 上學習 學習 教朋友 社交 社交 好 破展人脈 好 所以至少在學習這個部分來講的時候 是不是 有很多的管道其實是可以幫助我們去做出來的 所以如果學校不能夠提供給各位 例如像破展人脈 社交 交朋友這類東西的話 那麼學校的價值就不見囉 就被別的東西所取代掉了 所以學校可能就會不見 所以任何的社會組織 其實事實上如果我們今天無法滿足到 他給一個目的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問題 下一頁 再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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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要再請教一下各位了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做生意無間不成傷 有 有聽過是不是 好 請你們拿出你的手機來 現在有三個選項 同意的人請按1 不同意的人請按2 部分同意 部分不同意的人請按3 現在開始 按三個選項這邊 按三個選項這邊 同意請按1 不同意請按2 部分同意請按3 對 同意是1 不同意按2 然後 部分 只有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的人請按3 這樣子 現在按這個地方 我們才能夠做那個 捨立 好了齁 來看一下結果 下來對不對 有人按錯 沒關係再下來 好 我們看一下這邊 大部分的人選擇的是說 部分同意 部分不同意是不是 好 這樣有趣了 來我們調查一下 那個電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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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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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惹 一樣每樣白種人,做生意的人每種方式都不一樣 有的人可能可以很奸詐,有的人可以很不奸詐的來做生意 所以對於你來講,是三這樣子的選擇,是最適合描述的 各的好,來我們再看下一位唷 柏翔在哪邊? 你呢?你選哪一個? 你為什麼也選三? 你為什麼會選四三? 我覺得... 賣地瓜也蠻老實的 蛤? 賣地瓜也蠻老實的 賣地瓜也蠻老實的 喔呵 好,所以你的論點跟與此比較接近的事情是說 其實做生意人有兩...有的,生意人什麼樣子都有 有的人是很奸詐的 有的人基本上是很老實的在做他的生意 好 有沒有選擇一的人 覺得無間不乘上這句話很有道理 我自己覺得 在利益極大化的假設下 應該是會想要賺多一點錢 等等 在你們剛才跟我講商業組織的定義的時候 利益極大化這個字也沒有出現的啊 為什麼你覺得企業應該要利益極大化 因為他們需要執行他們的組織運作的話 支持組織運作我只要做到viable 可以生存就好 不代表我要賺到更多的錢啊 每一間公司的公司 我自己是覺得商業組織應該是在一定的地方 為什麼 除了你的感覺之外 有沒有任何的一個比較合理的論述告訴我們說 這個部分 你是考什麼進來的 經濟 喔 好 我在暗示你囉 我已經在暗示你的答案囉 經濟思維 經濟思維怎麼描述的告訴我們一下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等等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因為資源有限 人類欲望無窮 所以每個人都需要做抉擇 所謂的經濟學就是在討論 在這個情形之下 人們怎麼做學問 做抉擇 給你們科學 然後在這裡面來講 然後 可是 還沒有跳到利益極大化啊 剛剛那樣化裡面 我記得 我小時候念書是這個定義嘛 那怎麼樣 怎麼樣變成利益極大化的 預算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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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沒有扯到利益極大化 來 我們來換一個人救命看看喔 誰要幫忙救命的 誰要幫忙救命的 你的名字是 姚貞 姚貞 齁 三十 三百 現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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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 它那個就是第一順 有很多的面材 它可能是前後的產品 不對環境 然後 我們的企業 他們在做 更多的產品 之後 就有一個花花 所以一般 就是賺就優先嘛 那 還有一種就是 他們 對環境有效 就是 過一些稍微公平 那他們 最後的問題 是 某個更好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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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聲跟品牌形象 跟 和利益極大化 之間的關聯性是 如果它有更好的形象的話 它就可以 被更多人購買 你OK 你覺得一家企業的形象越好 更多人購買 是不是 所以 那跟利益極大化的關係 還是沒有出來 如果更多人購買的話 賣的利益就越大 然後 有沒有可能 因為東西賣得很便宜 所以大家都來買 大家都覺得 這是一個名聲很好的一個 賣東西很便宜的企業 賣得很便宜 是因為說 別人賣100 我只要賣50 我的製造成本70塊 這樣有沒有可能造成我的利益 我的利益 不是極大化 最多的人買 但是不代表會賺最多的錢 喔 好 還有誰可以幫忙一下 一個很重要的假設 而已 我們再抽一位唷 剛才18 18 順其在哪邊 你覺得呢 應該我指的事情是說 用各種的手段 來去獲得利益 對 但是我個人覺得說 例如說今天這個商人 因為我本來是選三 但是我覺得 這個 無論你是商人 或是一家企業 本身自己公司的出發點 是不一樣的 有些人說 為了創造公司的利益 有些是社會企業 他為了創造 共同的社會福祉 那他們所注重的商業 他們所從事的目標 他們所從事的目標 就不一樣 好 其實在現在的社會思維當中 我們常聽到一種論述 是來自於說是 對於任何一個企業組織來講 我們應該要追求的是 利潤極大化這樣子的目的 它包括什麼東西呢 你們財管學了沒有 財務經理人的首要職責是什麼 課門什麼講的 股東價值極大化 股東價值極大化 再來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什麼叫經濟理性人 這邊有正經系的 學經濟出身的 經濟學裡面最大的假設 經濟學裡面在各經的部分來講 裡面所有假設是強調一點的 那個最重要 每個人是為了自己最大的利益 依據這個原則來做決策的 所以從這樣子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當我們把最大的利益 簡化成經濟上面的利益的時候 則每個人都是應該在追求 個人的一個價值的極大化 把這個東西類推成 當組織 把它類推成一個人的時候 自然而然 企業組織的目的 就是為了在追求 所謂的一個個人利益的極大化 那所以也因此呢 我們常看到很多人的講法 先不管社會企業的部分 大部分人的講法來講 我們可能會說 對於一個企業來講的話 他的責任就是要賺錢 並且賺到最多的錢 因為我們必須要讓我們的股東 他獲得到最大的利益 從這樣子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既然賺錢是最大的目標的話 那麼什麼手段 自然而然 可能就不是那麼樣的重要 所以我們做一個企業來講 最大的目的事情是說 我要想辦法去賺到最多的錢 那麼至於你說好 其他的懲罰之類的東西 例如像 假設我今天賣了 我賣毒品 被抓到可能要怎樣的時候 好 因為我恐懼這個東西 只好讓我縮減一下 我的一個這樣子的行為 我只好縮回來 基於被法律的恐懼之類的東西 限縮了我獲利的可能性 你的稅太高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這影響到了獲利可能性 所以我只好搬家搬到別的地方去 去維持我的一個獲利能力 這變成了我們對於企業行為當中的一種 最常的一種解讀的方式 那麼這種方式來講 也是所謂一般商科裡面 我們最常去強調的一個決策性的一個思維的部分 在這個地方 那 到我的頭影片裡面 那這禮拜當中呢 上禮拜當中請各位看的這個文章當中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想去解釋一下 像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到底企業本身存在的目的 真的就是為了所謂的獲利極大化嗎 獲利極大化這個東西來講 那當然 如果說從各位剛才所強調這個東西來講的時候 各位強調除了獲利極大化之外 還要滿足人們的需求一些目標這類的東西 甚至有人強調過一個東西叫做說 我要滿足到所有利害關係人的一個利益極大化 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什麼叫做利害關係人的利益極大化 這時候呢有一個人 叫做 Milton Friedman這個人 他就提出了一種觀點 他認為說其實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利的時候 這個社會自然而然會達到社會利益的極大化 這個部分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對於企業來講企業的目的就是為了賺錢 除了賺錢之外 賺錢就是企業唯一的一個社會責任 因為從經濟學上面的推論來看的時候 在一切假設條件成立的情形之下 只要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時候 自然而然會讓整個社會變成極大化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是來自於說 在1970年的時候他寫了一篇這樣子的文章 被大家拿來引述成像這樣子的說法 所以從那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沒有錯 常管課本講的也沒有錯 我們就這樣賺最多的錢就對了 好 可是如果講這樣子的東西來講的時候 可能某些人會覺得好像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呢 好 首先回到第一點 當全世界每個人都追求自利的時候 我們這個社會真的可以達到 大家集體的利益極大化嗎 覺得可以 好 一定要投票一下 覺得可以的人請按1 不可以的人請按2 當每個人都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時候 我們的社會能不能達到利益極大化 我來看一下 等一下 好 好 噢 世宏在哪邊 你覺得呢 因為如果從外部性來看 就假設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漁夫 大家都是想要扶很多漁 然後所以說 像他就一直去撈漁之後 然後就造成那個 排名商那種共財的漁師 他到最後所有的漁師 就覺得撈不到漁了 就是我認為每個人都用理性自己的狀況下 會產成外部性 OK 所以你覺得因為有 因為重點是 假設把外部性的考慮 調節考慮進來之後 有可能會變成 剛才那個假設不成立的狀況 good 好很好 你是考經濟進來的嗎 欸你好像都要考經濟是不是 全部都要考 全部都要考 新畫在哪邊 你覺得呢 為什麼你也選否 你是考慮外部性嗎 有點類似 我想說資源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約多話 一定有人拿得比你還要少 會使用害別人的利 但是這就是外部性的意思 可是這個世界本來就是 不是你贏就是我輸啊 好像蔡英文跟韓國瑜都想當總統 我們總不能夠兩人都當嘛 OK 好謝謝 好 其實 就這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如果我們今天把整體學裡面的概念 把它拉出來的時候 會發現說 如果每個人都採用自力的行為的話 雖然概念上面好像可以推到最好 可是 如果把外部性的自力角度放進來的時候 從那個學課裡面來看的時候 事實上 它並不是全然在鼓勵大家都說 一定只能夠追求自己的利益 用像這樣子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換言之 從這樣子的角度來看的話 追求利益其大化這個東西 可能不是創造社會價值最好的方法 也因此 它就產生一個東西是來自於說 我們每個企業來講 可能有一些各自不大一樣的一個責任 那這禮拜前各位看的那篇文章當中 它最主要想去挑戰的那個東西 挑了下一頁 好 它最主要想要挑戰的那個東西呢 就是在講述像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所以它這篇文章當中提出來的一個事情是說 除了所謂的一個傳統商學院的人當中 我們可能基於經濟理性的思維當中 我們會覺得一個企業組織的存在的唯一價值 就是在做所謂的一個利潤其大化這樣子的動作 利潤其大化這樣子的動作出來完之後 事實上來我們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看 我今天從越南那邊進工業用的油進來 跟我用實用等級的油來做的時候 哪一種比較省錢 所以基於利潤其大化的問題來講的時候 你覺得頂心有錯嗎 好像沒有錯 可是當頂心這樣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不管法律有沒有懲罰它 但是很多的人好像都覺得它這個是不對的 所以換言之一來講的時候 我們社會當中對於企業的期許 並不是只有利潤其大化這一點而已 我們還有更多其他的一些東西 所以這篇文章所想講的事情是說 如果企業的意義極大化這個東西 在商學院裡面最流行的一塊 最基本的一個思維 也是我們在辯護企業任何種活動當中 所出來的一個東西 那可是除了這樣子的一個經濟利潤 極大化這個東西之外 我們可能還有別的一些東西要去思考 所以它提出了兩種不大一樣的觀點 來做為這樣子的一種討論的東西 第一種事情是說 因為企業本身是由股東們所創造的 企業是在代替股東來去獲取最大的利益 所以企業應該要追求利益的極大化 這叫做所謂的一種 shareholder的一種view 第二種是來自於說 這個企業它本身是要對很多社會上面 其他的人負責的 每一種社會組織的存在 有它的一個價值的存在 有它一個必須要做到的事情的存在 所以這個企業進來完畢之後 他就必須要跟所有跟他有交往過 或直接間接受其行為所影響的人 要試圖去滿足這些人對他的所有的需求 這叫做所謂的一個stakeholder's view 這些文章最主要是在講這個東西 那我就要問一下了 你們要聽我來介紹還是要聽作者來介紹 我們表決一下好了 要聽作者介紹的請按1 聽我介紹的請按2 不行 時間不夠 好 下我過來 聽我介紹的請按1 剛是我介紹1嘛 都得介紹2對不對 都得介紹1 我介紹2 那我不是白找影片了 好 沒關係 來 呃 跳在頭影片那邊 好 那頭影片那邊來講 作者還有做過一個test talk 有興趣的人 回去上頭影片之後可以上那個連結 看一下他是怎麼樣去解釋 他的那個觀念的 好 那跳到這邊來 用我來講的話呢 請進來 再下一頁 這裡面來講的時候 這篇文章對我來講的時候 事實上他認為說 傳統商學院裡面通常會認為說 企業組織 企業這個組織 就是一個追求利益極大化的一個商業機器 可是他認為說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看的時候 他並不是一個唯一的一種可能的看法 或者隱含意思是來自於說 他認為這個並不是最好的一種做法 可是因為我們過度的去被這種所謂的資本主義之下 這種所謂的一個追求利潤極大化的思維給掩蓋住 他認為我們應該產生一種新的 對於企業的一種理解 企業怎麼樣子來運作的方式 把這樣子的方式放進來之後 他認為可以讓我們這個社會變得更加的美好 少掉了很多 例如像一些企業的不當行為之類的東西 跳到下一頁 好 那對於他來講的時候呢 傳統上面來講的企業其實很簡單 就是追求利益的極大化 那麼他基本上採用的就是說 shareholder是我們最大的老大 我們是來幫shareholder賺錢的 這樣子的情形 在這樣子的思維之下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先把社會企業的概念 先把它丟到一旁 因為社會企業就變成一種很奇怪的一種組織了 好 跳到下一頁 那對於他來講的時候呢 事實上他回來先問第一個問題 要問企業的為什麼要有企業 問企業到底該怎麼做的時候 第一個問題要問的事情是說 我們到底為什麼要有像企業這樣子的一個組織 所以他就說好 他就引了一些人的說法 例如像杜拉克就認為說 企業之所以存在會有企業這樣子的東西 是因為企業他可以去滿足他的顧客的利益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看 現在有一種生意叫做論文代寫服務 各位知不知道 應該知道吧 為什麼會有這個企業的存在 寫論文 你們有人很喜歡寫論文嗎 很喜歡寫的人舉一下手 大部分同學應該都不喜歡寫對不對 可是因為不喜歡寫又懶得寫 所以就有這樣子的需求 要寫完之後才能換到某些東西 所以他就是一種滿足到 所謂的一個社會需求的一種東西 那再來呢 他強調的第二個東西是來繼續說好 那什麼叫做所謂的一個組織 對於他來講的時候呢 所謂的一個組織 所謂的一個組織事實上 他就是一群人整個結合在一起的 基於某些的共識 我們基於這些共識之後 在這個共識之下 我們覺得我們應該要在一起 來做某些的事情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話 有沒有人創過社團的 你創什麼社 英語演講社 英語演講社 為什麼你想創造英語演講這樣子的社團 我想要創造以往大學的一個英語演講的東西 你什麼大學的 中心大學 因為大學你喜歡英文講話 就是沒有 就是不喜歡 所以你才要創造 喔 想拿這個東西來創造跟改善 後來這個社團有人參加嗎 這邊還有 另外還有一個創社會員在這 你們社團現在有多少人 沒有啊 後來倒社 因為其實 我們一開始打的名字是演講社 可是後來我們有覺得這個好像太學術 會那個 為什麼演講學術 就是可能大家比較喜歡那種英文 想要去練口說 可是又要 就是可能還沒有到很熟練的情況下 後來我們有改成那種類似繪畫社 可是後來還是招不太到那個社員 後來就倒了 你如果真的想練英文的話 走到天台去 用英文跟自己講話你就會進步了 每天用英文跟自己講話就會進步了 好 好 那 從這樣子角度來看的時候 所謂的組織 它組織事實上本身 什麼叫組織 組織就是一群人的組合 這群人基於某些的目的 他們的目的之下 所存在結合在一起 所以像家庭之類的東西 就是一種人類自然的存在 而 有另外一種理論 有另外一個概念叫做 制度經濟學的概念 你們聽過了沒有 有一個字眼叫做 institution 好 好 製度經濟學 那個NOS 那個東西是在1990年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的那個概念 對於它來講的時候 任何的一種組織 它都是一種社會的安排 去指的事情是說 一些人決定出來說 我們要怎麼樣來做一件事情 在這件事情 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才會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或者這個事情做得更順暢 但是 那裡面還有附加點一個東西 叫做 當你創造了一種 所謂的institution 制度的時候 就會產生新的問題 所以 因為有新的問題的存在 你就會不斷地發明一個更新的組織 來去更新的institution 來改造這個東西 那 當然NOS NOS的概念來講 institution本身 最早是在referent 被指稱是來自於說 各式各樣我們之間的一些 默契、習慣、文化、法律 這類的東西 或那些東西來去 指引我們一切行為的準則 所以組織裡面 例如像好 每個組織裡面 對於成員裡面來講 都有一些 他所期許的一些準則 而這個成員 如果違背了這個期許的時候 可能 就會被這個組織 被他懲罰 或者被除出組織 例如像好 你參加了初選 你又說你要出來選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說 我要把你開除掉 這都是一種類似像是 組織裡面的一個強制力 當然 對一個組織裡面來講 並不是說 組織的規章都有用 例如像是說 好 假設今天 大家都覺得 組織的規章 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時候 大家會一起來 違背這個東西 所以簡單來講 例如像是說 有一種東西叫做 遵守交通規則 對不對 最好跟你講 大家都同意這個事情 可是呢 一旦有人 拿著一個相機 在裡面偷拍 你的違規狀態的時候 你就會很生氣 你會說 你這個傢伙 叫做正義魔人 我們應該把你揍一頓 打一頓 然後逼你把手機的東西給消掉 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規則上面 這個組織的規則上面是 我們大家要勇敢的維持這個交通秩序 但是實際上面 社會當中所接受的觀念是 來自於說是 大家不需要接受這個交通規則 所以對於這個什麼叫制度來講 會有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換言之來講 任何一個組織裡面 就會是一個 有一群大家所共同任務的 認知出來的一些東西 同樣的對於企業來講也是一樣 企業它也是一種社會組織 甚至說它是一種所謂的一個 Social Practice 在這裡面來講 會發展出來一些好 一些大家所習以為常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那這些生活的方式包括什麼呢 自然包括你要上班 你下班 去做一些你該做的事情 諸如此類的東西等等 同時 既然這座企業組織的時候 我們都碰到同樣的一件事情 我們必須要能夠想辦法賺錢 或者是說我們要想辦法 可以滿足到我們上司 所交代我們一切的事情 滿足我在專業上面的事情等等 這些各式各樣的約束 都是我們組織當中 所給予我們的一些約束 好請跳到下一頁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再討論一件事情了 如果是像這樣子情形之下的時候 在剛才的定義當中 並沒有提到獲利這個東西 那獲利這個東西 在商業組織的世界裡面 到底扮演什麼東西呢 我們剛好用到一個用詞 叫做conventional social practice 大家的認知 所以對於所有企業來講 企業最重要的事情 要注意的是什麼 它的獲利能力 可是為什麼我們要注意企業的獲利能力呢 可能並不見得是為了 只是為了要把它極大化 首先第一個部分來講 我的股東總需要獲利吧 第二個更重要的東西就出現了 如果有一個企業不斷的賠錢會怎樣 所以那這個企業本來有什麼目的的時候 自然而然都無法完成 所以對於企業來講的時候 我要追求獲利 因為獲利這個東西 它是跟我們的生存有關 並且更重要的事情是說 企業要等到有獲利的之後 你才有辦法去從事一些 其他你想做的事情 例如像是說好 你先跟大同說 請大同公司來贊助一下職棒 因為職棒是台灣的國球 你們覺得大同公司贊助職棒會怎樣 你們知道大同是哪家公司 有做那個大同寶寶還有國貨號那家公司 他現在他的華映也倒閉了嘛 然後曾經是台灣最偉大的公司之一 現在這個狀況的時候 他已經沒有餘力再去做各種各式各樣的慈善事業了 反正你現在想找很多慈善事業你要找誰 統一喔 統一是個不錯的選擇 如果是我先找郭台銘 他現在很喜歡出名 應該最願意出錢 Anyway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如果你有各式各樣的願景 我們隨便打個簡單的比方來看 郭台銘今天這次出來選舉 可以讓大家這麼多的人覺得 好像很好玩 是因為說 六歲以前的小孩的國家養這個口號 會讓大家覺得說比搭財的口號還要更好 還是因為這個人看起來很有錢 如果說他沒有那麼有錢的話 柯P可能不見得會找他來合作了 所以換言之來講 郭台銘今天的社會影響力是來自於 他已經賺到了夠多的錢 所以他也有能力去實現像這樣子的東西 如果你叫我今天出來選總統 我查過了 我現在有資格選總統 我過四十歲了 可以選 你們還不行 我出來選的時候呢 會有人鳥我嗎 就 就像我今天坐在校門口 在那邊說 先生老爺賞我一點錢 讓我選總統吧 我覺得我會上電視 然後再來呢 我會被送到一個地方叫做 給我養月 去檢查一下我的精神狀況 那絕對是不可以成立的 所以換言之來講的時候 對於企業來講獲利很重要 但獲利很大的目的其實是為了 幫企業去做更大的一些 社會上面的一些事情 類似像這樣子的講法來講 我們來看一個人 這叫做李嘉誠 好 李嘉誠最近 其實李嘉誠是個 李嘉誠你們熟悉嗎 這個人 香港的首富對不對 好 那他有名的這句話是來自於 我上次看到的一個 他的一個訪談稿上面寫的 他說 他是一個商人 希望大家不要給他什麼帽子 他也不是道德家 也不是教育家什麼的 所以呢 他就只是一個商人而已 為什麼他會講這句話呢 是因為說李嘉誠在近期來 他試圖的把他的一些資產給脫手 然後轉移到歐洲那邊去 這在行情之下的時候 引發了某一些的 應該要什麼字眼呢 愛國人士 這些人他們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開始在做像這樣子的事情 你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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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奸 用像這樣子的字眼開始描述他 他為了Defense 他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寫了這篇的文章 那對於他來講的時候 他很強調的一個東西是說 我們的首要條件 就是為了獲利跟賺錢 那現在問題出來了 所以 對李嘉誠來講 開公司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利跟賺錢 賺到錢之後就沒事了嗎 可能不是喔 因為後面加了一段話 因為這樣子才能夠回報人民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從他的角度來講 賺錢不是目的 只是手段 目的是為了要回報人民 所以從這樣子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至少從李嘉誠這樣子的邏輯來看的時候呢 對一個企業來講的話 是的企業要獲利 獲利絕對沒有錯 但是獲利只是一個手段 不要忘記你真正的初衷是什麼 什麼叫初衷呢 好像我們剛剛所講到的 滿足我所有顧客的需求 可能就是我的初衷之一 就作者來講的時候 他會認為這些所有的獲利本身 他只是一個手段而已 並不是最大的一個目的 好 再跳到下一頁 那再來 新的問題又出來了 為什麼這個目的來講 這麼重要呢 各位如果記得的話 我們第一堂課當中 問了一件事情是 你希望 你 在你心目當中 理想的你 是你心目當中的好人的傾向 還是壞人的形象 在那個時候 大部分的人所選擇的 都是好人的形象吧 好 什麼叫好人這個東西 定義有很多種對不對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當中 第一是來自於說是 大部分的人可能不想 當一個 只會呼吸的肉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只會呼吸的肉 你會希望你在做的事情當中 你的人生裡面 會有一點點最基本的意義 那麼這些意義來講 對於上班族來講的時候 可能賺錢 是不是大家所要的 是 每個人都要什麼東西呢 錢多事少 離家境 這當然我也同意 但是有很多的人 他們有可能會為了 一些他想做的目標 而去追求 薪水更低的工作 或者對於某些人來講的時候 他會希望自己做出來的東西 是有意義的 所以例如像 以前有 日本的不知道哪一家汽車公司 他們公司當中 為了做 他們公司做了一些很有趣的實驗 他們的嘗試是 要求每一位 做那個零件的技師們 在那個零件上面 簽上他的名字 然後呢 等到 那些車的零件 被送回來維修的時候 他們就跟他說 這個零件 當時是誰做的 然後呢 名字誰的多 就代表誰做出來的品質比較差 結果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造成的效果事情是說 幫這家公司的品質 給提高了 為什麼是像這樣子呢 技師會希望自己 可以成為一個驕傲的技師 好像我們看到 日本人很喜歡講一句 叫做匠人精神 他們會希望自己 是很認真的 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好 所以例如像就說好 有沒有看過那個 像太德師傅那類的漫畫之類的 就會強調說 我做壽司我要認真做 做拉麵我要認真做 我要用我的生命來做 或者是說我昨天看到另外一個影片 在講什麼 講一個那個 香港的人在台灣賣 賣那個餛飩 賣餛飩麵的 我那邊看起來很想吃就對了 反正被他這樣講完之後 你會覺得他是用生命 在做那個餛飩的 所以 所以當每個人 很多人 假設有不少的人 會希望自己生命是有意義的話 他可能不大會讓自己 會希望讓自己去跟一些 你聽起來很邪惡的東西 連結在一起 例如像你今天知道 某家公司 像上次講了什麼 某某公 我們公司要在美國的羅德爾那邊 投資一個所謂的一個建築的方案 你現在願意進來的話 每股 每股一百萬 保證十年之後 獲利百分之百 你自己都知道是假的 可是你為了賺錢的時候 你可能會願意 去跟 去跟別人遊說說 這是個好的投資 但是對於很多的人來講 我希望我在做的工作 不是用這種方式來賺錢 我想賺錢 但我不想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賺錢 所以假設說 每個人 都想追求 所謂的一個 manifold life的話 則 公司有一個 讓大家所認同的一些 理想的時候 很可能更能夠 去吸引到更多的人才 也可能會獲得到 更多的一些利潤 那這個部分文章裡面 就有講出很多的一些 實驗的一些例子 來告訴大家說 這裡面本身 是有關係的 那例如像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是 有沒有聽過 現在有一種基金叫做 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社會影響基金 像這樣子的東西 就國外來講 他們曾經做過一個 很好玩的實驗 因為就美國跟歐洲那邊來講 有一種基金叫做 社會責任基金 他們專門在投資一些 所謂的一個 他們認為跟社會責任 做得比較好 或者有理想性的一些公司 結果他們做出來 很有趣的一個 那個說實話 那種實驗有時候 我也不太知道真的假的 因為做過實驗的人都知道 透過調整某些的參數 調整某些的定義的時候 就可以大幅的操弄你的結果 好這個 先當作我沒有講這個東西 這違背實驗倫理了 好但是 至少那個實驗當中 做起來的結果 是來自於說是 就on average來看的時候 這些被他投資的CSR基金的表現 比同時段大盤的表現要好 還有那樣子的東西 來推論出來說 做CSR時尚是可以幫助企業 提高獲利能力之類的東西 所以對於作者來講的時候 他會認為說 如果你今天有盡到社會責任 去顧慮到 除了賺錢之外 其他一些東西的時候 這些利潤本身 是可以幫助你獲得更大的利益的 這是作者當中提出來的論點 請跳到下一頁 所以 在這個情形之下的時候 好 從這樣子的角度 這時候呢 從這樣子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對一個企業來講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真正回顧到 我們該做的責任 怎麼樣幫社會創造最大的價值 而把獲利的部分放到後面 一方面 剛才提到過的 獲利這個部分來講 如果你把你自己該做的事做好之後 你自然而然 就有可能獲得到你最大的利潤 再來事情是說 他認為所謂的一個 一輪其他化的觀點 本來就是一個有問題的東西 第一個 從法律上面來看的時候 哪一條法規規定說 企業必須要幫股東 追取到他們最大的一個獲利 哪一個法律 台灣的法律當中 我的印象當中是沒有 你們應該不用修商事法吧 喔 商事法老師 搞不好會有不同的見解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所理解的 是沒有 就美國的例子來講也沒有 第二個 他提出很好的觀點 是說 對一個企業來講 必須要回去問一下 當時的創業理念 好 我們來看看 當然從他理念來講 他講的有點牽強 是因為說 他的邏輯是來自於說 大部分 他認為說 創業家們當時創業的目的 並不是為了想賺大錢 而是想改造社會 這是他所講的那個東西 但是 你相信嗎 你相信所有的創業家都會改造社會嗎 還是有的人是為了創業想賺大錢的 那個部分 其實我也蠻相信很多的創業家 是為了賺大錢 所以來創業的 但是我們所知道的 所以來自於說是 事實上在現在來看的時候 不少有頭有臉 或者說 有一些所謂的一個 成就的公司來講 有很多事實上 他當時都是有一些 理念跟idea 在那個地方的 例如像你看過 Google的一個 創業裡面的時候 他事實上講法很簡單 我想用資訊科系 來讓每個人 可以透過 自由的去取得 資訊跟利用資訊的方式 來創造更美好的社會 那你去看 例如像是Facebook的時候 他可能告訴你說 我要把每個人連結起來 都會講出這些好像胡亂 又好像真的 像這樣的一個理念 但是從這樣子角度來看的時候 企業本身是應該有理念的 本身並不是唯一的 就是說來自於獲利而已 第三個是來自於說好 所謂的一個 倫理上的東西 是來自於說是 作為一個 企業是一種人 本身所組成的一個團體 而每個人在社會當中 每個人 不管是自然人 或者法人 他都有一些 你所期待他 在做的一些事情 在這裡面來看的時候 我們希望社會 有一個美好的運作 是因為 我們是一個社會化的動物 我們希望每個人 都能夠盡得其所 互相的支援 在這種情形之下 才能夠讓 這個社會化的動物當中 可以獲得到 最好的一種生存 類似的例子來講 我們回去到 狗的社會來講好了 狗 狗這種動物 會不會有所謂 這樣子來講好了 人會有 當我們講到 兩種極端的講法 一種叫做 每個人是為了 自利而生存的 第二種 每個人 是為 每個人是為了社會 而共存的 如果今天 你是一個 如果今天我們這樣子 來看的時候 我們常說人性之一 是來自於 當 一個媽媽 一個媽媽 看到了自己的小孩 正走在路上 一台車子這樣衝過來 你覺得這個媽媽 應該衝過去 把那個小孩子 把這個小孩子 給往前推 推離車子的路徑 還是在旁邊 準備尖叫 然後準備說 你撞死了我小孩 你要賠我錢 賠我錢 可以讓我得到 更大的利潤吧 立即可以得到 你覺得大部分 媽媽會去 準備跟那個人 撈錢 終於撈到了 還是會想救小孩 犧牲自己生命的 可能犧牲自己生命的 選項會比較多 那如果說 為了自己親人 而犧牲自己生命 這樣子的例子 是人性的展現的話 那有沒有動物 會做像這樣子的事情 什麼動物 蛤 什麼 白蟻怎麼犧牲自己生命的 蛤 他們如果被火燒 吹出那個時候 他們會形成一個保護 不確認 OK 所以白蟻會做這樣子的動物系 囉 還有什麼動物 會做像這樣子的事情 蛤 還有什麼東西 大象 解釋一下 就是他們會把小象 圍在小群裡面 哦 就是有那個 比較兇風的動物 他們會去保護那個小群 我看過最有趣的一個例子是 有一種動物叫海娜 有沒有聽過 非洲獵犬 海娜 它長得像狗一樣的那種動物 然後 它最大的敵人是誰 你知道嗎 海娜最大的天敵是誰 你們猜猜看 為什麼獅子討厭它 因為海娜會搶獅子的食物 會偷獅子的食物 所以獅子就是 很討厭海娜 看到就會想把他們散掉 我看到一個影片的時候 是 有一次那個 那個所謂的 Clan的那個 Leader 是一個母犬 那個母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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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他的寄血人跟小孩子 對不對 然後那個 他的小孩呢 有一次 就是 有一個獅子 就要去抓 去咬這個他的小孩子 然後呢 那個小孩子沒有看到 他後面叫之後 那個小孩子還是沒有注意到這個事情 結果呢 這次母犬選擇的動作是 他跑到獅子跟海娜之間 在那邊 跟另外那個小犬的中間 在那邊大叫 然後呢 結果 他就被那個獅子吃掉了 給咬死了 不會吃掉 獅子是不會把這種動物吃掉了 他就會把他咬死而已 然後讓他的小孩子可以跑掉 所以換言之來講 在社群性的動物裡面 都會有那種 很多的動物會有那種 犧牲自己來讓某些人變得更好 像這樣子的一些活動在這裡面 所以在這樣子的例子之下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認為說 企業本身來講 還是有些基本的道德 必須要做到的 這是來自於另外一種的角度 好 再下來 好 那在這裡面來講的時候呢 對於這一個 所謂的一個作者來講 他就有提出來 他六種所謂的一個 該用什麼樣的角度來去論述 現在企業該做什麼樣子的 該怎麼樣行為 到底什麼樣的一種組織的一個看法 那對於他來講的時候呢 這裡面其實 最簡單的一個東西 是來自於說是 每一家企業都有他自己本身 存在的一個價值跟初衷 他認為這些初衷本身 並不是只是為了賺錢而已 而事實上企業本身來講 就某種程度上面來講的時候 他是在承襲這些股東的一些意志 而這些股東裡面來講的時候 對股東來講 他未必也只是為了賺大錢就好了 可能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所以簡而言之就是 企業本身必須要顧及到所厲害的關係人 的利益 而不能夠只去顧及到賺大錢這個事情 好 那再來做一個調查 回去調查的地方 請記住我的用詞喔 就作者的觀點來看 就你現在聽完的時候 你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你覺得你同意作者觀點的請按一 不同意作者觀點的請按二 同意的請按一 不同意的請按二 好 先不要按 讓他們出來玩 好 點吧 大家都同意 好 有選二的人可以方便分享一下嗎 願意分享一下嗎 有選不同意的人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觀點嗎 願意自願分享的話 好 那沒有的話沒有關係 因為我要強調一下這個事情 這堂課當中你會讀到很多的東西 然後特別是文章的部分 我其實非常鼓勵你們去告訴我 你不同意那個作者的觀點 然後把你的理由講出來 因為我覺得 各位 如果記得上禮拜我們講的東西的時候 到了成熟階段的時候 每個人不會只是追隨 conventional view 你會發展出來 屬於你自己的一個倫理觀 所以這堂課當中 我們並不求答案上面的一個標準答案 但是我會希望你們能夠去質疑一下 各式各樣不一樣的東西的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10分鐘